戴中央演唱或讀議 系統 就是我以前還沒有上課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就是以後 不要跟英文有關的就好 怎麼工作都可以 因為考書不好 然後就覺得很錯愕 然後就會覺得說那我以後就 就完全不要跟英文有關 可是你就會發現 就是你未來不管到哪 都一定要接觸你們 所以就執照把它弄好 只注重聽跟讀 然後頂多寫作 就是學生會考一點寫作 然後就沒有人會考你口說 然後就覺得你只要讀得懂就好 不需要唸出來 不會有人叫你說你要講話 可是這邊就是無法的課 就會換你的這樣子 然後就要開始講 會比較想要講話 就是我還會去回其他學生的話 就是有一個學生有一次就說 就是老師叫他造句 然後他就說 If your girlfriend is furious You should be quiet 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No you should, can't hurt down 他超溫柔的 你會覺得滿滿的自信 他會說很棒的 可是是錯的 他會直接講他的同學答案 快樂的原因就是 就是感覺 現在學英文對未來有幫助 就以前絕對不會說完 以前不會特別去把它講出來 就是現在就整個 就是大概聽音樂不在這 他口說就在這邊 然後所以他現在慢慢的追趕 然後就在等公車 然後就剛好遇到一個外國人 他就問我 就當公車到行程嗎 我就說對 之後他就開始狂跟我聊天 然後上車之後就坐在一起 然後就交一個朋友 就我自己也滿開心 就在上課課之前遇到他的話 我應該一上車會坐很單人的位置 然後就不要讓他跟我講話